一夜之间 世界各地突然出现了一个个金属球 每一个都重达数十吨 可就在人们想深入探查时 金属球却直接发出耀眼白光 白光将地球笼罩 一瞬间电力设备和通信设备直接瘫痪 紧接着80%的人类直接毙命 而生物学家老灯和妻子 却因为躲在电梯里逃过一劫 看着窗外横七竖八的尸体 老灯和妻子非常害怕 决定去附近的军事基地找儿子 可当老两口赶到时 这里也是一片尸横遍野的景象 看得老灯毛骨索然 心中不由地更加担心儿子 这时一旁的门后传来敲击声 以为是儿子 老灯直接把门打开 可没想到 里面竟是一个机械怪物 老灯被吓得不断厚断 却不料又被递上了尸体按摩 而怪物得直接逼近 然后骑到了老灯身上 紧接着 怪物头的位置伸出了一架钢针 想不到在白光杀死大部分人类后 对方还派出了这种怪物来清除 就在这千亿里发生机 幸好老灯妻子拿枪干掉了怪物 而就在老灯惊魂未定时 远处的房间传来了求救声 老两口赶紧走过去 竟还有一个幸存者 他是老灯儿子的同事 同事告诉两人 怪物其实是一种外星入侵 他们儿子也被怪物杀死了 老两口悲痛万分 妻子求老灯一定要为儿子报仇 老灯于是开始研究刚刚的怪物 通过敲击 老灯发现怪物体内好像是空的 于是他便大着胆子 用螺丝刀打开了怪物盖门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里面竟是一团有机组织 而用螺丝刀戳其中一个区域 怪物的腿竟动了起来 随即老灯得出一个结论 这些怪物没有自主意识 似乎是受什么操控 其实就是一种生物机械 那么如果植入病毒 是否能让其瘫痪呢 老灯赶紧和妻子返回自己的实验室 顺便还带上了怪物残骸 却不想去因此 差点对其他性别 误以为是怪物的同事和疾病 而在解释清楚后 幸存者们决定加入老灯 一起对抗外星怪物 老灯将怪物残骸放在地上 所有人都很害怕 可幸存者中的女孩艾米 却和他们不同 她不仅不害怕 反而觉得怪物很熟悉 就像是某个亲人 而当她抚摸怪物机械身去时 还能感受到怪物死前的痛 随即艾米就悲痛地离开了 老灯很诧异 这时艾米的母亲告诉她 艾米本来双目失明 结果在外星入侵后 她就莫名好了起来 还偶尔能听到一些 常人听不到的声音 而与此同时 正在悲痛的艾米 发现前方有一个怪物 但对方并没有攻击 而像是在给她戴摩 艾米赶紧跟了上去 同伴小黑发现了艾米的这一行为 赶紧跟了上去 他想阻止艾米 但艾米却执意前往 还说他感应到怪物需要自己的帮助 小黑闻眼 只好陪着艾米前往 两人跟着怪物来到一座桥上 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桥下的河里竟有一艘外星飞船 但入口是打开的 像是在等待艾米进去 艾米为了找出真相 于是告别小黑 独自进入了飞船内部 穿过漆黑的通道 他进入了一间密室 这里摆放着许多人类婴儿 但看样子像是被保护了起来 艾米继续往里面走 这里是一个救生舱 艾米壮着胆子 来到救生舱前 他终于看清了操控怪物的外星人样貌 竟和人类毫无差别 只不过对方无比虚弱 身上还套着拐子 像是得了大病 这时外星人伸出声 像是想握住艾米 艾米于是把手伸了过去 一瞬间 艾米就看到了另一片情形